这又是套话 眼前这非同小可的阵仗 是不是仍用沉默就能扛得过去呢 我心里没底 身上浸出冷汗 手掌湿的 连绣花针都捏不牢了 手掌敲了敲桌子 和缓的说 再提示你一点 王卓就是夜兵 混入解放区后 正式更名王卓 顺便告诉你 王是你老师 藏瑞兰的姐姐 藏瑞芬的夫家的本性 王卓好大胆 一进解放区 便亮出了他那大地主的真名实性 明显的是要和贫下中农斗法 与人民为敌到底 夜兵的形象 偏然而至 他在沈阳 借助豪门 掩护 救助 民主联军的故事 被人们传说的 会声 会声会色 他在日本 帝国 他在日本 京都 帝国大学 苦读铁路管理专业的往事 也曾在留学生中 不静而走 当他被日本特工追得 潜来北京时 是丈夫的好友 刘连 连结的连啊 介绍他跟丈夫相识 他和丈夫相见恨晚的 一片智诚 曾深深的打动了我 他从来没向我们炫耀过 他拿他那做高官的外祖父 藏士义 满洲国的内务大臣啊 是他的外祖父 我相信 王卓一进解放区 就使用真名 他一定是出自 信仰上的安定感 他信仰 并且信任共产主义 他可能认为 他可以理直气壮 名正言顺的干革命了 我下意识的虚了一口气 虚了一口长气 分不清 是因为知道了夜兵的下落 还是因为夜兵 也就是王卓 谜底的揭开 参加工作以后 翻阅往事时 常常想及夜兵 常常想起来啊 为他的毫无消息而揭探 很多年啊 没有联系了 失去了音讯啊 没有联络 他来我家的时候 只和丈夫对异 轻谈 和他丈夫一边下着棋 一边聊天 每次都聊好长时间 对我似乎保留着男女有别的习惯观念 这还是一个偏偏君子 是吧 恪守着传统的伦理价值道德 男女有别 男女有分纪 是吧 男是男女是女 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社交距离 我并不十分熟悉他 我注意到院中 他小院啊 小院里边的人墙 来了一堆军人啊 又逼近了一步 这么多的军人 对自己的老百姓 是吧 这么的恶 这么的威慑 来这么多人吓唬一个中年妇女 窗玻璃上的阳光都遮没了 本来窗户能透进阳光来 这一堆大小伙子当兵的人高马大 把阳光都遮住了 这个描写既是写实的 也是引发人联想的 也有一种抒情啊 表意的成分 手掌用手中的铅笔 敲了敲桌子 他那摊开的笔记本上 尚没有记下一个字 王卓是怎么到解放区去的 他是怎样通过战争的中间地带的 就是那个杂牌军军阀 张兰丰霸占的地段 这是首长问啊 张兰丰 前一段我不是跟大家聊了聊张兰丰吗 聊个两回吗 就是梅娘的文字引发了我对张兰丰的兴趣 当然前几年我就知道张兰丰 他是老西北军的人 冯玉祥的老部下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看了一些张克侠和鸡锋 他们的回忆录 因为他们抗战期间 抗战后 包括内战期间 最后甲王煤矿 他们投向共产党这一方 所谓的起义 那么这当中提到了张兰丰 他们老西北军的 曾经想搞一个西北军的大联合 要集体投向共产党 是吧 我说的是投向不是投降啊 是我丈夫给张兰丰写了封信 哦 一问句啊 首长这一声 吓得我赶紧接了一句 这件事 审查我时 我已经政府交代过了 赶紧补一句啊 表忠心 看看你们联络的这些人 不是大汉奸 就是大土匪军阀 全是祸国殃民的大块蛋 你丈夫连张兰丰的关节 都不在话下 就是关系关节嘛 打通关节啊 他能干得出好事吗 我想说 事事 事间事啊 若是都这么简单 革命也就不会这么艰难了 其实双方的阵营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女 有你啊 不断的拉锯 不断的撕扯 互相的叛变 叛卖 卧底 告密 杀戮 清洗 这句话在嘴边 如动了半天 仍然咽了下去 人在矮言下不得不低头 他不敢说出很多的心里话 很多时候他憋屈 他委屈 他冤屈 他不亏理 他站理 他不敢说 不问你信不信 就问你服不服 你敢说吗 说了弄死你 这么多大小伙子 这么多海军的士兵 手掌一句话 就能把你带走 你丈夫只派王卓到解放区 到解放区 干什么去了 一问句啊 王卓自己要去啊 是王卓 不是什么叶兵 他刚才说的是叶兵自己要去啊 是王卓 不是什么叶兵 手掌的声音严厉起来 叶兵自己要去投身革命啊 丈夫只不过助了他一臂之力 我说溜了嘴 仍然说的是叶兵 叶兵 真的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愿为革命做一名小兵 就凭你们这号吃剥削饭的 能舍弃荣华富贵 为革命吃苦吗 他怀疑啊 怀疑有罪推定 别打扮自己了 说实话 说真格的 我无言 我可以直接了当的告诉你 王卓进入解放区后 混进了军队 又从陆军转入了新建的海军 海军啊 技术成分更高 能进入海军实际是证明 他是个文化人 有一定的学问 他不是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铁道管理专业的 其实海军一个新兴的技术成分多的兵种 更需要他 组织上被他的伪装积极所蒙蔽 很重用他是个负责的干部 曾经是个负责的干部 首长在曾经这词上加重了语气 这就好了 我从心底感到宽慰 丈夫没有看错人 没有汪茂杀身之祸 驻叶冰出走 叶冰肯定是夙愿得偿 干得很出色 首长说曾经 确实是一段长长的岁月了 叶冰1943年逃脱日本特工的追捕 在众家兄弟啊 这么多朋友啊 众家兄弟的帮助下 逃出了鬼门关 驱职数来 已经26度春秋了 这是1969年的事了啊 按照政府干部的等级划分 他是抗日战争期间 参加革命的三八市老干部了 所以他才能平安的跨过 历次运动的关卡 我有个伯父 也是1938年参加巴路的 三八干部 这么说 他是当权的走资派了 莫不是给归在了刘少奇的 黑线名下了吗 黑线啊 线路的线 判为修正主义分子了吗 不对 他一进解放区 就投身军界 或许跟军中的统帅们 有什么扯不清的瓜葛 海军反正当时是谁来着 我想想李作鹏 林彪的人 海军原来的司令员是肖进光吧 他们是对立面 林彪的人后来全部都占上风了 他已经遭到磨难了吧 我不禁为夜兵 而忐忑不安了 我闷头做针线 说不清是忧 是喜 是怕 是烦 手掌猛地站直身子 雷霆万钧地甩出他的重武器 你丈夫是派王卓到解放区去卧底 我的情节还在夜兵 王卓 王卓夜兵上团团缠绕 一时没悟出手掌重武器的巨大杀伤力 傻乎乎的随口问了 卧底 卧什么底呀 卧底就是卧底 你心里明白 别装糊涂 那意思啊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手掌身后那位护法神 跨前了一步 只要他一伸手 便能轻易的 得小鸡子一样的 把我提起来 提我起来 院中 院子里 他们家的小院里啊 想起一种金属 相碰撞的铿锵之声 这声音我熟悉 是展开手铐的响动 我在教养所 右派教养所啊 劳动改造的教养所 不止一次听到过 我下意识的从桌子上 抓起个什么东西钻紧 他紧张啊 害怕了 身子死死的靠向椅背 椅子背啊 我悟出了 他们是想把夜兵 整个身败名裂 他们之所以揪着丈夫 就是他自己的老公啊 这条虚线不放 很可能 是再也搜索不出 更害人的条目 罪名啊 尽管丈夫作为日本高级特工的烟雾 已经随着大海的腥风 散尽 但这 但这 并不能排除 他已经把夜兵 转移给另一个神秘的境外客了 这都是他想象的 这都是定罪的时候的莫须有啊 境外客 就是编的这么一个人啊 海外有一个特务头操控着啊 境外客 协同我 串联上夜兵 编织了 编结了 一个跨国的特务网 那会儿就是驱打成招 你只要一突如 就让你招待 不叫招待 交代你的上线下线 其实很多人 是吧 前两天我给大家读的徐晓也是 完完全全没这回事 官官官 官官居鸠 在河之舟 官官相护 这真是时下啊 就当下最具爆炸效应的头等大案 夜兵以身居要职的方便 装神弄滚 党和军队的秘密便不翼而飞 反正虚指的是境外客 既涉及境外 便可以以绝密封锁 绝密可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 秘密审判 秘密审讯 夜兵既是卧底的特务 推而查之 介绍丈夫认识夜兵的榴莲 更该是老牌子了 为夜兵开具路条的张兰峰的机要秘书 可以从轻判为特贤 接收了张明的红包 放夜兵出城的 西志门哨卡的小班长 是沾边特贤 张明自然是在劫难逃 夜兵卧底也不可能一个人独耍 手下总要有一名甚至几名 为他效力的办当 办当啊 就是他的催本 随从跟班伙计 部下手下安打 这就可以把夜兵的亲信 也搜捞上来 做到一网打尽